嗨,這裡是D-Mi Studio 那我們今天借到了一把朋友的CX-12 Jazz版 全新的CX-12 Jazz版 我們今天就來幫各位實際的開箱一下這把琴 在它還沒有經過任何調整的狀況下 它吹起來的感覺如何 我手上有兩把跟它類似的琴 一款是我自己的 我之前買的CX-12 Jazz 這是我自己的琴 那還有前一陣子幫大家開箱的奧丁12 也是我調整過後的奧丁12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比較一下這三把琴吹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那你拿到CX-12的時候打開 一樣裡面都會附一塊插口琴的布 這個插口琴的布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口琴的本身 好,我們實際來試吹一下這把琴 初次拿到的時候覺得這個按鍵的聲音蠻大的 給大家聽一下這個滿滿的按鍵聲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的琴 好,使用過一陣子的 新的 新的琴 好,實際來試吹一下 這把琴的聲音蠻大的聲音蠻大的聲音蠻大的聲音 給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第一次吹这把全新的这个CX12Jazz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间距跟我之前一开始开箱 第一把奥丁的时候的感觉蛮不一样的 CX12Jazz版的间距有比较好 那对我来讲比较好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间距不会过小也不会过大 就是它比较适中一点 在第一次吹奏在不做任何调整的状况下 你可以比较有适合而且良好的体验 就在这把琴上 你所感受到的会比较顺口一点 比较不会说 像那时候在开箱奥丁的时候 它的黄片间距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你在吹比较偏大音量或是你做比较多的舌头方面的出力 会造成黄片壁黄的问题 这把全新的Jazz版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都很难说 因为没把琴到你手上 除非你有进过调整过 不然来的品质都会有一点点的出入还有差距 那只是刚好这把琴的间距 在我第一个印象在吹奏上是比较没有问题 那我刚刚也有交错的测试一下 就是大家看到我右手边这把是我自己使用的琴 那左手边这把是全新的琴 这两把琴 因为我自己的口琴我有在里面做了一些金属的加工 然后我还有填补高音风道的插件 plug in 所以在吹奏高音的时候会比较好吹 然后按键也会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会比较顺畅一点 也比较不会有按键的声音 这个是我自己的琴 那这个是心琴 心琴的按键声音明显就比较大声 这个也是可以透过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改善的 那再来就是 按键的弹簧 我自己的琴我有做调整 所以他的手感是比较符合我理想中的这个样子 好那我等一下再试一下新的爵士版跟调整过后的奥丁 感受一下 好那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爵士版的声音听起来高频会比较多一些 它声音听起来会比奥丁再更亮一点 奥丁的声音会比较有点低频比较多 然后在吹奏上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比较紧的感觉 不过这种东西都是你没有同时拿两把口琴交互的吹 你是几乎是感受不出来的 那奥丁因为它在琴声里面有多装了一块金属的垫片 所以它的整体的手感是再稍微重一些的 那CX2JS版原厂不改的状况下 它的手感是蛮轻的 这把琴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我自己也有买过一把黑色在我高中的时期 之后我拿到世界口琴节的小周冠军之后 我就买入了这把爵士版的 CX12作为纪念 所以我一直都有在使用这一款 半音接口琴 只是我比较少拿上台表演 因为包含在我自己演奏的曲子 还有天壤星乐团所演奏的曲子 需要用到比较低音区的音阶 还有低音区的这个 演奏技巧 所以12孔的琴就会比较不够用了 例如你吹到一些低音的8度 吹到这里你就没办法继续往下吹 那偏偏很多重周乐曲 在编曲上就会用到这方面的音语 那这个就是我很少使用12孔琴的原因 所以我这把琴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 然后做教学 或是我自己在做一些音阶练习的时候 我会拿出来使用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款 爵士版的半音接口琴 我们测试一下奥丁吹箱口的东西 我会拿出来使用 在催奏上我會覺得奧丁的聲音相比之下稍微小了一點 那這個也是你沒有交錯比較基本上你感受不出來的 那這把口琴大概價位落在台幣8000塊左右 那奧丁大概是台幣1500塊左右 所以我想大概是黃片上的用料是有差距的 所以這個也是你自己個人的對於口琴你想要投入的預算的抉擇問題 等一下我們就來拆這把新的爵士版 給大家看一下這把口琴的內部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這把奧丁12的彈簧設計跟CX12有點不太一樣 CX12是把彈簧坐在按鍵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他把彈簧坐在這個按鍵上 所以他的手感按起來會跟奧丁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奧丁的手感跟爵士版的手感不太一樣 那奧丁的聲音也稍微小一點 這個按鍵的聲音稍微小一點 那爵士版這支新的就蠻大聲的 好那我們就來拆口琴拆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一下CX12Jazz版 全新的琴給大家看一下 好就是這把琴 好按鍵的部分 拆開來他的彈簧是坐在按鍵上的 那在拆的時候你就用你的手指對他出力 按下去就可以拉出來 好再來後半段的地方 往下壓然後推 往下壓推他就可以把後面的這個鐵片把它拿掉 好打開來 這個是HONER的原廠 原廠的黃板加上原廠的膠片 那我拆一下我自己的口琴給大家看 上面這把是我自己的口琴 那我自己的口琴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有使用的痕跡 那我也把他的HONER膠片換成Suzuki的膠片 我個人比較喜歡Suzuki膠片的聲音 還有他的氣密性 膠片其實會影響到聲音 只不過那個比較是非常非常細小的 那我也覺得Suzuki膠片會比較完美的貼合在 這個黃板上 不過有一些人會覺得 因為HONER膠片它上面是有顆粒的設計 所以他冬天比較不容易黏膠片 那我個人是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比起黏膠片我更需要的是 他有比較好的氣密性 所以我就選擇換上Suzuki的膠片 那萬一如果今天他開始有黏膠片的狀況 或者是膠片開始耗損開始變色 變成夏天也會黏膠片的時候 那我就會選擇把它全部撕掉 然後把黃板拿去刷洗 之後再全部貼上全新的膠片 這是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就快速來看一下這把原廠的黃板 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是知道我們去分享的 首先我先看了他的這把琴的黃片的間距 我剛在吹的時候我發現他的間距吹起來是蠻平均的 那也蠻適合我自己在吹奏的習慣 那我現在在一個一個看的時候 確實他的黃片在出場的時候 是做得蠻平均的 有可能有一點點的 一點點比較微小的差距 那我一樣手動幫他調一下 上面的黃板還OK 看一下下面的黃板 下排黃板的吸氣看起來也是蠻平均的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那同時我也拆我自己的口徑 給大家看一下 高音區的地方我有做了這個高音風道的填補 那這個東西是從Brandon Power的網站上 所買的這個高音的Plug-in 那填補之後他吹起來的感覺會輕鬆很多 因為塑膠形成他就是我這個縫隙 所以我就把它填上了 好然後我把他的這個孔把它封起來 好把這個洞把它封起來 看親密性會不會好一點 好那基本上琴聲就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好除了高音區有做填補之外 所以這是他的琴聲 原廠他的高音Solar這個孔 他沒有是沒有貼膠片 那我自己因為我比較想要有好的親密性 所以我就在高音的地方我也貼了膠片 好包含內側也是 但是如果你有習慣做高音區的壓音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貼 貼了之後就無法做 就大幅度的壓音 好那我們看一下內側的黃板 看一下他的間距 內側的黃板就是我們的吹氣的聲音 我剛發現他內側黃板有幾個音的間距 不太平均 好那我就順手先調了一下 順手幫朋友整理一下他的口琴 畢竟他也是借了一把新的這個口琴 借我開箱所以我就順手幫他整理一下 調整間距這件事情是每一個口琴的演奏家 或是玩家都需要去練習的技能 那說實在的黃片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會被你調壞 所以你可以拿一支你比較少用的口琴來做練習 等到你熟悉這個技能之後 你在對於你自己所購買的樂器 以及你的演出樂器你可以有更好的掌握度 因為你可以針對黃片 每根黃片去做這個間距的調整 讓你在吹氣吸氣的時候 會有更靈敏的發揮 就是他的感濕度會更好 黃片的感濕度會更好 所以你可以拿爛的口琴 或者是先拿便宜快壞掉的口琴 去做這個嘗試 那等你會了之後 你就可以很大膽的去調整你現在所演奏的這個口琴 下黃板一樣 在內側的地方不是很平均 那我一樣稍微的整理一下 在安裝這個黃板的時候 一般的口琴都會有做防呆的設計 那以CX-12爵士版或是你現在買的到的黑色版 它的設計就是它的後面有兩根柱子 這兩根柱子 就是會對到黃板的這個兩個凹槽 會對到黃板的這兩個凹槽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卡上去就好 那你要記得 低音是在我們左邊 所以黃片比較長的地方也是在我們左邊 那上下黃板要怎麼分呢 它的黃板上面會有一個刻字 我不確定這樣能不能拍得到 它的黃板外側的地方會有刻字 那這個就是靠外側的吸氣面 所以我們就把它裝回去 簡單套上去之後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半音節的話 你在裝黃板之前的右手邊會有一個彈簧 你記得要先把彈簧裝上去 不然到時候你所有東西都裝好之後發現 啊忘了裝彈簧 你就要這把孔心又裁掉 所以在裝的時候記得先確認有沒有彈簧 那以這一款琴的設計它是沒有彈簧的設計 它彈簧是坐在 它彈簧是坐在按鍵上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不用先裝彈簧 我們就只需要把黃板鎖上去就好 好這個CX-12GS板跟CX-12 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組裝的口琴 那我們就快速的把它裝回去 一樣維持我們一貫在裝口琴的原則 就是從中間然後往左兩邊 那我個人習慣我會先往左邊比較低音的地方鎖螺絲 新口琴在鎖螺絲的時候要特別特別注意 就是因為新的口琴很少拆 那它的螺絲也會比較緊 那你在轉的時候特別會 因為你手沒有把這個螺絲起子拿穩 所以你不小心歪掉 會去戳到其他的東西 例如黃片啊或者是膠片 到時候你就要做更換會很麻煩 所以新口琴在前幾次拆卸的時候 你需要非常注意 裝完琴聲之後 那我們在把它放到口琴的這個殼之前 按鍵我會建議你上游 因為這個按鍵如果不上游的話 第一個是它反應可能會比較慢 再來第二個就是它的按鍵的聲音會比較大聲 所以我們就上點游 好那先把這個裝上去好了 Logo啊通常我都會習慣是對觀眾 所以這是我的按鍵邊 那Logo就會對觀眾 所以長的是這個樣子 那實際上我在裝的時候 我會稍微想一下 就是哪一邊是會 觀眾會看得到你的琴的 或者是你在拍攝一些宣傳片的時候 你就需要把這個Logo 露出來 好按鍵上游 上游我個人習慣是我會 前後都點一些 然後再用手把它抹開 要小心這個按鍵的邊緣是有一點力的齁 所以如果你直接很快速的過去 是會割到手的 那我小時候就被割過好幾次 然後有一次還就直接兩條 然後就噴血這樣 好這個按鍵上游 然後我們把它裝回去琴身上 最後一個孔的黃片間距 可能再稍微壓小一點點 我現在用螺絲起子 直接對著裡面調的這個方法 我不太建議大部分人使用 除非你對於調口琴這件事情非常熟悉 因為你有可能你這樣戳進去 就會戳到膠片 然後那膠片就報銷 然後你要花錢買膠片 那如果你又不是一個 常在維修口琴的人 膠片你可能一次買就是一整組 那他都會用不到 所以會有點浪費 自己在調整口琴的時候 要稍微小心一點 些微的調整過後 那現在目前吹起來的感覺 已經是比較平均的 那高音的間距我也有做調整 所以一般人在調整口琴上 基本上你只要能做到調整間距 你的口琴應該就會比較符合 你實際的催奏理想狀況 那如果你還要想要更進階更細微的調整 那會建議你送去給 真正會調口琴的人 再做更細部的調整 你可以跟他做更多的溝通 這樣會比較容易達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這把口琴呢 在維修上對我來說有一個比較 難以克服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想要整把口琴調音的話 那尤其是吹氣的黃片 他是在內側的 那你在調音的時候 因為你沒辦法不鎖螺絲的狀況下 就包含吹嘴一起吹奏 所以你就會變成說 他在調音的時候是類似這種狀況 在調音的時候你可能是這種狀況 沒有吹嘴的狀況 那你這樣直接吹的時候 的聲音音準會跟你 把它裝到口琴的殼裡面 吹奏出來的音準會不一樣 那這個是我在調整CX12系列的琴的時候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比較難以解決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琴都調完 然後裝上去 所有螺絲都鎖上去 然後再吹 然後再記錄下來 然後再拆 再吹 再記錄下來 這樣也是可以 只是會花我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這樣做的 我是覺得 這把琴就是調一個大概 順手調一下我自己的口琴 總體來說啊 這一款琴 在12孔的半音階口琴裡面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而且我也是非常常用 在我很小時候的學口琴的過程 還有我的記憶裡面 我一直都是使用16孔的半音階 包含一開始的入門 一直到後來加入樂團 開始有很多的演出 我大部分都是使用16孔的半音階 一直到最近我才買了 人生中少數的12孔的半音階口琴 那這一款CX12口琴它有一個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是交錯式的孔位 大家可以從這個圖看到它是交錯式的 那目前有很多12孔的口琴 都是直列式的排列 交錯式跟直列式的在手感上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按起來的這個程距會不太一樣 時間點也不太相同 如果我拿直列式的半音階口琴會一直有 這種按鍵按太快的問題 那這一款口琴 JES版就不會有這個按鍵按太快的問題 然後它的孔位也是交錯的 所以我在憑印象看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相對容易許多的 那這款琴 其實我大部分的時間是用於我個人的練習 還有就是學校上課的教學使用 因為它的聲音真的是很大聲 有時候你想要不接音響的示範演奏 那用這一款琴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坊間也有很多就是改的配備 然後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Brandon Power所製作的高音的Plug-in 你可以自己買回來裝 那也有人在賣這個外面的這個殼 有各式器材的殼 包含好像也有人做金屬的 連裡面都可以改成金屬的材質 所以這款琴的配備相對 你可以買到的很多 就像你買一支iPhone手機 你想要買各式各樣的配備 你都可以買得到 只不過我個人是沒有去採購這些 我就是用它原本的配置 然後加上我自己的調整 然後在裡面做了一些手工 這就是我自己常用的配置 這款我自己的琴 跟朋友的心口琴 CX12這款琴 它的聲音是比較偏於塑膠的 因為它的殼 它裡面的琴聲 都是塑膠所製成的 那有一些學生 他就是比較偏愛金屬的聲音 就是他想要的是金屬的琴聲 跟金屬的蓋板 所以音色的這個選擇 其實就是個人的抉擇的問題 最後有許多情友在詢問這款口琴 能不能買 在目前市面上 你所可以買得到的就是 黑色跟這個紫金色的絕飾板 那可能還有非常非常稀少的 金色的版本在拍賣上 你可以買得到 那如果以市面上的原廠貨來講 黑色跟絕飾板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絕飾板 如果你有看我其他影片 你就知道我已經把我的黑色的那一款 CX12已經賣掉了 因為我覺得絕飾板的音色 比較亮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亮一點的聲音 那我也比較喜歡他的外觀 還有他的這個吹嘴有做斜的設計 那如果你是黑色的話 或是更早期出的各種顏色的 他是圓形的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有這種斜度的吹嘴 比較符合我吹咒的習慣 所以如果以台幣8000元的這個價位來說 這一款口琴是蠻值得購買的 是在你眾多的金屬 蓋板請裡面會多一種 就是不同的音色選擇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對於這把口琴有其他的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那收集夠多的話 我們就再拍一支新的影片 來幫大家講解 這也是DMIX Studio 下支影片見 掰掰